国务院在今年8月公布了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区发展规划 分析说对河套的一区两员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其实河套的概念 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而最初所说的河套 其实是深圳河的河中 面积大约87公顷的倒序 因为深圳和香港的边境线 是以深圳河为界划分 而河套这个倒序本来是在深圳河中深线的北面 所以最初属于深圳 但后来深港双方合作解决深圳河污染问题 对河道进行财湾取值 扩阔和滑芯等工程 结果令河套这个河中倒序 落入深圳河中深线以南的位置 在行政上变成了归属香港 由于历史的变化形成了 河套这个特殊区域 在97年回归初期 港参双方都有很多人提出 将这个河中倒序作一个特殊用途 但是这些想法和建议最终都没有实现 归根究底 是港参双方对这个倒序的土地产权归属仍然有分歧 令到双方多年以来仍未能达成实质性合作 到了2016年 在时任特首梁振英 以及时任深圳市委书记马卿瑞的共同推动下 最终以创新方式达成合作方案 即是将河套这个倒序的产权 明确归属给香港政府 在河套对岸北旁边的原福田保税区等三地 構建大约三平方公里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深方圆区 深港双方将这个圆区定位为创新科技产业圆区 合作构建出港方圆区和深方圆区在内的一区两圆格局 2017年1月3日在香港举行的深港合作会议上 两地正式签署 关于港深推进洛马州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 河套区发展最终有了正式定案和方向 其后随着北部都会区的进一步推动 以及新一届政府明确将河套、洛马州边境管制站 以及新田科技城规划整合了大约300公里的创科用地 和深圳形成三加三格局 未来可能会最终形成六平方公里的大河套区 更可以成为香港创新科技产业的超级基地